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月5号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4号的中午杀戮区发生了一起银行抢案 一名头戴红色鸭石帽和口罩的男子 持着菜刀行抢银行得手20万元 虽然在第一时间是出动了今往围捕 但是却发生了抓错人的乌龙事件 幸好在晚间8点半左右警方寻线搜查 终于是在逢甲商圈的一家汽车旅馆内 逮捕到66年次的菜姓嫌犯 并起出剩余的账款 杀戮一家银行4号中午发生抢案 一名头戴红色鸭石帽和口罩的男子 持菜刀行抢20万得逞 警方虽一度发生抓错人的乌龙事件 但在悬线搜查后 晚间8点半左右在逢甲商圈的汽车旅馆内 成功逮捕到犯贤 并查获剩余18多万的账款 你刚才拿到这里 我拿到10万而已 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酒味 还有硬打也不是很正常 所以这些饭店都不敢让他住宿 随即他就在逢甲商圈附近 四处悬逛 那我们经过监视器比对 确认他又搭乘计程车 到附近的一间汽车旅馆去投诉 我们随即港委 那经过确认他住的房间以后就攻坚逮捕 警方表示66年次的蔡信嫌犯 犯案之后一直在沙路一带闲晃营酒 并且将陶义用的脚踏车以及作案菜刀丢弃在路旁 还脱掉帽子跟外套企图变装掩人耳目 若望实态公称因为失业缺钱花用 才会临时起义抢银行 经过了解他是因为无业 那缺钱花用 那因为家中仅给他一点点的零用钱 所以他不够花用 才在今天 才在昨天起义到银行新抢 我们在饭钱身上是查扣到八万两千元 那因为他还有在追回房间的预付款四千元 所以总共是18万六千元 由于蔡信嫌贤零有精神障碍等相关证明文件 因此后续将交由检方认定 而对于当时遭到误抓的男子引发家属扬言提告 分局也表示 基于行使职权并未有侵犯人权的疑虑 将持续对误抓的民众以及家属再做说明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